以上廣告由屏東縣政府提供 来来来 快来快来 这是花莲最好吃的哦 哇 金沙酥 香香酥酥 花莲薯从小吃到大就爱这个味道 小米麻糬QQ 哇 这个用米做的土鳳梨酥 酸酸甜甜 更香酥耶 五茶 点心 送礼 阿美麻糬 好多好吃的哟 传统的 创新的 特别的点心 阿美麻糬都有 03-842-0033 花莲美味伴手礼就在 阿美麻糬 过年时啊 我们到年菜都是穿几岛的 我现在年会有了 收油 收铁 我都吃不下 真甘心 我们家也带我穿 先来好到的海红雕 这是有新闻情的蜥蜂 百分软Q 买臭臭 只能够吹一个大档酒菜 口感好 无分担 我跟叔叔一口接一口 长辈小孩最爱的年菜 就选嫩Q美味的鲜奈厚道海红雕 空白空空 白Q3 白Q3 空白空空 白Q3 白Q3 最绚丽 最华丽的光影赏宴 就在屏东彩灯节 今年以彩虹元素打造50组缤纷灯室 装点4.7公里的万年稀盘 有雪上灯室造景 光雕投影 互动灯区 不只闪灯更能体验光影的变化 1月25号到3月3号 欢迎来屏东万年稀 感受彩灯节美丽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快乐大台北89.3 快乐特殊 快乐快乐快乐 3 2 1 快乐快乐快乐 很快乐 永远 Helventuates 一阵里表情 永远会 永远快乐 永远会 永远会 快乐 鸣鸣鸣錨 咚咚咚咚啥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 aí Done of the time 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 大家午安 刚刚前面听到了 这个过年氛围的音乐 是不是就有过年的feel啊 若云呢 在这里要跟大家拜个早年的祝福大家 所以听众朋友们 在新的一年开开心心的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呢 如果在我们快乐联播网的 脸书粉丝专业上头 就会看到这一位帅哥哦 这位帅哥呢 他就是我们的新北市板桥区农会的 计划专员许陈一 许先生您好 新年快乐 小英新年快乐 那个 广播跟直播的朋友们 在这边也跟大家 婚生好 新年快乐 是 他今天呢很讨喜 我有特别叮你 一定要有那个喜气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就没有什么 过年的感觉 不过像你们像农会这边啊 因为也有超市嘛 所以应该会有就放一些年节的音乐 对不对 对已经一整天都在放 就很有过年的feel 但是其实一般来说 如果我们没有去到一些卖场里头的话 就一般来说真的就是好像年级的气氛越来越淡了 所以就今天就是丁宁宁一定要戴那个红色的围巾 才会有这种过年的feel 那其实呢今天邀请到我们许先生来到电台 就是呢 因为其实像你们的这个新北市本桥群农会 也有这个年货大街要带给大家 有很多的要办年货的朋友们 真的是在这段期间过年前 要赶快的来看一看这些要怎么样办年货 要聪明的办年货 我们就可以快乐的过好年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主题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聊一下说 这个宁货大街的期间是在什么期间 地点也跟大家说一下 好 板橋農會的寧貨大街今年已經是第11年舉辦了 那從1月24號開始到1月31號 總共有8天 那每天的早上9點半到傍晚的7點半 那地點的話在板橋的府中路 那最好找的地點是我們剛好在捷運口 哦對對對 捷運板南縣府中站的1號出口 那觀眾朋友們出來捷運口就可以看到 是交通非常便利 是然後其實你們年貨大街 一出站就可以感受到看到那樣子的氛圍了對不對 就是現場就可以運勢在1樓 對對對對對 一出來就人山人海 就會很熱鬧 所以我就覺得說你有沒有過年的感覺 你就是要去採買的那些地方 你就會才會有那種過年的感覺 其實這種過年氣氛啦 真的你要清零到現場才能體會 那尤其像靠近年底的部分 就有兩個節日 大家最有feel 一個是聖誕 一個是我們中國的春節 為什麼 它有歌 然後有服裝 然後有它要吃的東西 所以你看當一個節慶 它跟我們的11住行都能夠密切結合的時候 這種的節日我們大家最有感 不過我很好奇 因為其實就是要過年了嘛 大家那個要過年期間 其實都是就是要準備 不管是除舊不新啊 或是採買新的這些家具啊等等之類的 還有一些採買年貨的東西 那像譬如說年貨大街是 就是這段期間最忙的嘛 剛好就是一月底這段時間是最忙的 那它就是一直都譬如說從早上到晚上這樣子一直都有嘛 還是說其實也有休息的時間呢 一直都有 一直都有 我們的年貨大街的活動 1月24號到31號8天 那中間遇到6日 但是我們一樣現場都都持續活動在進行 所以大家不管平日或假日都可以把握這段時間 把家裡需要的年貨在這邊可以把它一次購注 是 然後我們要怎麼樣聰明的辦年貨呢 是不是有一些paypal也可以請許先生來教導大家一下 好年貨的話 過年吃年貨的話 我覺得最重要第一個 我們要先把自己的食品安全健康要先顧好 欸我們會信賴農會 就是好像都有幫我們把關嘛對不對 有罵有罵 呵呵呵呵 對農會第一喔 他他他他相對來講他穩健 對農會一直穩健在經營 那變成說欸我們我們背負著很多在不管是農民 或者是我們農業政策上面 我們要當黨是首先做一個表率 所以在在食品的挑選 包含說他很多的生產的履歷 或者是現在很多市場EQ 這些食品的的把關 我們農會方面真的是 我覺得我們是一直走在業界的最前面 所以變成說很多消費者 他現在開始 尤其像前幾年很多食安風暴之後 他們現在開始回頭去找一些 譬如說欸像有農會把關的 或者是我們呃有政府在做背書的這些 這些農特產品來做選擇 是欸我不管買任何東西齁 我就是只要看到不管是哪裡的農會 只要農會這兩個字我就覺得 欸這個東西我就買的安心了 對所以就是給大家一個信賴感 那但是呢像過年要過年了嘛 那大家買東西說啊在這邊買一點 在那邊買一點 其實還真的蠻累的喔 所以為什麼為什麼會會有一個像 很多地方都有年貨大街這樣子 那就是說我們就是瞭解消費者的需求 有沒有 believing 我們在這個地方我們就收入了很多 cabeza 比如說像南北貨呀 或者是過年都會用到的這些堅果散堂 或者是鱼肉 生鲜的蔬果 我们这边都一应俱全 那都把台湾各地好的食材 好的农策产品 我们都集中在这边 希望能够让消费者 有更多挑选的这些选择 是 那我们就来讲一讲半年货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 妈妈他们就会去到 采买的现场 就会想要办一些南北货 那是很最必要的 那所以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有没有什么 要怎么样挑选 然后有什么要注意的部分呢 好 这边的话 首先要跟大家讲到一个就是 最常 我们台湾消费者最常用到 那过年过年期间 也最常消费到一个就是香菇 那香菇的话 台湾 台湾现在的香菇 其实栽种非常流名 那 现在有面临到的一个挑战是 在进口的部分 进口的部分 那 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香菇 现在在台湾的法规上面 是没有被开放进口的 对 那它有两个途径 一种就是 所谓的走私 另外一种它会透过第三地 再进来 那现在最大宗是到越南 回到越南 那目前台湾的进口的香菇有高品质一点的就是日本 然后韩国 那再一种是越南香菇 台湾目前是从大概从这三个地方有进口 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越南进口的香菇的比例上面 它的数量会越来越多 那其实它就有很大的部分 它是中国 我透过它这个第三地 然后进口到台湾 原来我都不知道说是会有这样子的 因为你就想说 哦那是越南就没有什么状况吗 原来是还有第三地这种事情 对对对 因为现在走私的茶器已经做的还蛮完整 那它变成说它透过一个第三方这样子 它当然是合法 可是实际上它是 它申报当然是越南产香菇 可是实际上它的产地是在 好他们变聪明 我们也要变聪明 对对对 那其实我觉得香菇差别真的很大 因为像是香菇鸡 你在这家吃它就是没有香菇的香味 那别家吃它就特别的香 没错 所以你光是香菇 光是香菇 我觉得它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在那个你要煮菜的时候很重要的一味 香菇的部分 这边也跟所有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就是说怎么样子挑选 还有做一些辨别 那台湾的香菇的话呢 它我现在我们讲干香菇 就是一般我们也看到那个干香菇 它的那个散折的表面 我们是有有皱褶的 是皱皱的 所以它那个反过来散的背面吗 我现在讲的是外面 外面那一面 对外面它干掉的时候它是有有有有皱褶 有一点皱褶 它有皱褶 好 对有皱褶 然后里面那个菌褶 你刚刚讲的里面那个菌褶 它会比较密 比较密 它比较密集 对比较密集 然后我们的肉比较厚 我们的肉比较厚 就是以台湾品种是这样的特色吗 还是这样 对台湾的品种 台湾的香菇会这样 然后那个菌 菌的那个角 香菇那个角 我们台湾会留比较长 就香菇头吗 对香菇头 台湾会留比较长 对那我们的香气 会比较浓厚 对那肉又厚 香气又浓 所以这个我们在做料理就就很好吃 是比较大多一点是吗 大小也是不同的 大小 大小不一定 但是我们会肉比较厚 那那像 中国的香菇的话 它的外表 它的一样都咖啡色 但是它会比较浅 它比较浅 那它们有品种 大部分都是光滑的 稍微很光滑的 嗯 像我们这样子烘干之后 它外面有皱褶 然后它们的那个 你刚刚讲那个香菇头啊 就是那个 那个菌的那个角 角 它们会剪的很短 哦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一个 辨别的方法 对 那像日本韩国 它们的 它们角不太剪 那它们的品种 角会有点斜斜 斜切吗 它会有点 应该不是斜斜 伸展的是斜斜的 对对对 这个就是几个 比较可以可以分辨 明显的地方 对对对 那日韩我们比较不用担心 是因为它们这种方式 第一它 它外表比较容易被辨别 是日韩的 它是花菇居多 所以它外面是有 有有花纹 纹路 然后比较浅色 嗯 那再来一个重点 就是说 因为它们这种 呃 比较高级的日韩香菇 它在贩售上面 消费者会比较有保障 是因为它的标示 都会做得比较清楚 嗯 当然选择上就比较安全可靠 嗯 对那我们现在怕的是说 啊 我们到一般通路上 如果它没有 没有完整的清楚的产品的资讯的话 我们只能透过这些外观的部分 嗯 来做辨别 对 所以就是 呃香菇的部分的话 这个部分就是可以教导大家说 诶 我们在挑香菇的时候 几个重点 嗯 嗯 好 那其实如果是在看脸书直播的朋友 呃 您可以上 呃脸书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现场呢 也有摆放这一个 首录的香菇 我不知道首录这两个字 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哦这个首录香菇呢 它它代表的意义就是 首就是第一 嗯 初始的意思 嗯哼 录就是露出来 嗯哼 所以这个首录香菇意思就是说 刚刚长出来吗 没错 它就是它就是我们在栽培香菇之后 长出的第一朵 哦 对长出的第一朵 对那那它 呃细心喝污之后 它会特别大 嗯 它会特别大 然后肉会特别厚 嗯嗯 对然后栽采下来 有经过一个评鉴的过程 嗯 譬如说呃它的大小 嗯 都要透过用尺去量 嗯哼 它的大小 肉的厚度 嗯哼 它的香气 外观 触摸 哦这个都都会去做评鉴 然后 嗯哼 这个 这种首录香菇 它比一般的香菇 大概大了一倍 哦 大概大了一倍 它的一朵可能就有到十公克 嗯哼 所以它就是 呃 比较硕大 然后肉食就饱满 诶 十公克我觉得真的很大多哦 因为 对 它是干燥过后的 对对对对对对 好可惜没有把它拆开来看一下 哈哈哈哈 我想说闻到它的香味了哦 中午就可以加菜了 哈哈哈哈 所以其实 我觉得 听你这样讲起来 它不容易 所以它应该特别的高档 很适合送礼 它也 当然 它的 它的价位 就会比一般的 的香菇 可能再贵个一层 至 一层五两层左右 对 那这个就很推荐是送礼 的伴手礼 嗯哼 因为有时候送礼 真的不知道要挑选什么 那 那又怕送不到对方心坎 对 那我觉得 呃 像这种国产的好东西 我觉得我们送礼 尤其是家里面 香菇 大家料理都会做 那我们送一个 哇就是很很棒 这样高等级的农菜产品 嗯 一来又支持我们 台湾的农业 对 再来就是说这种东西 它它保存期又又长 哦 对对对 我们又不怕说 哇这个要赶快吃掉 然后又吃不完又转送人 或什么 尤其是现在很多时候 你送礼都不知道该送什么 因为现在人都很讲求健康 你送个什么糖果饼干 啊 孩子不吃这些 你就很尴尬 对 像这种东西就很好 对 这个你就不会再把它转去给你的吃饭 哦 自己用就差 就就舍不得用了呢 有时候一盒礼盒 可能从从这个邻居这栋大楼 从最下面送到这个 哦 对 会有这种情况 对 就是你要送礼 就要送到星坎礼 对 要送大家喜欢的礼最重要的 像我们收到这个 大家接待欢喜 你就会把它留下来 嗯 是是 那其实南北货蛮多的 还有什么我们要注意的吗 那另外几个品项也跟大家稍微做一下介绍 譬如像金针 比如像金针 金针的部分我们最怕的就是有一些是 因为金针它本身是有黄色 对 那我们去去轰过之后 它的颜色会会做改变 嗯嗯嗯 会做改变 那就很怕去买到那种很鲜艳的 太鲜艳的 它可能就是会会会 可能是它是有有透过再去染色这样子 然后也也去也怕被那种有一种就是 呃所谓二氧化瘤去泡过这种 泡过这种药水去让它褪色 或是在漂白的 嗯哼 因为我们现在买东西其实很多人 如果不知道诀窍 都还是以视觉当作第一个购买的那个 对人家会以为说 它的颜色鲜艳好像是比较新鲜 其实不是喔 反而是它越比较灰暗一点 就是不要那么色彩鲜艳的反而会是比较好一点 对对所以不所以不只是金针哦 你看其实很多的年货 或者是像糖果类干货 对它你觉得它的颜色异常的漂亮的 嗯哼 在购买之前我们就要多思考 思考 或者是多跟店家再去求证 确认一下 对再去做确认 对然后再来的话 呃像乌鱼籽 嗯 乌鱼籽也是过年 要要的 不管是餐厅或是你家自己桌上 甚至有些人一样会把这个当作赠品 对对对对对对那乌鱼籽的话呢 其实它的颜色也不能太深 不能太深哦 然后它它会好的乌鱼籽我们都会有点微透明 所以等下它太深的意思是什么呢 太深的话它就是比较会不新就是 没那么新鲜 对没那么新鲜 所以所以你拿在那个比较强的灯光下 你会发现它有点微透明 透光 然后里面是可以看到血管 因为它是整整串的鱼卵取下来 对所以它其实其实是会带有那个 鱼卵那个组织的血管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它的血管 诶那个那个真的乌鱼籽好不好吃差很多 诶对 最好吃的那个滑顺好入口 然后如果不好吃的就干干彩彩的 对对对 你知道重点不好吃它就是干彩 它就是颜色深的 那好吃的它就会有那种 你咀嚼之后它会有点绵密 然后微粘芽那种 对对对差别很大 对所以像乌鱼籽大家也很爱 但是所以在挑选的时候 那有一种就是现在很多真空包装 我们也推荐建议大家说 诶可以买像这样子有真空包装的 对那变成说它比较少跟空气接触到 所以它不管是保存上面 或者是说说呃 卫生安全上面其实都有多一层保障 是的快要过年大家要挑选啊 不管是香菇啊 还是这个乌鱼籽啊 然后过年应景的这些商品 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刚刚我们这个呃就是请到许先生 来跟我们提醒的部分 好的聊到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聊了 好 纯净天然 快上网搜寻快乐爱台湾 过波0809-092-898 最绚丽最华丽的光影赏宴 就在屏东彩灯节 今年以彩虹元素打造50组冰纷灯式 装点4.7公里的万年溪盘 由雪上灯式造景 光雕投影互动灯区 不只闪灯更能体验光影的变化 1月25号到3月3号 欢迎来屏东万年溪 感受彩灯节美丽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好嘞好嘞好嘞 你怎么会整个面子清顺顺 刚刚有一台车要倒完 好像没看到我一直晒过来 好嘞他的车送不快 不然我这次人就在平衡啦 我们过车路的时候 一定要怕行人穿越线 也要注意要回我的车 尤其是要倒我的车 常常都没看到我们走路的人 我们可以把手抓换 提亲加速 因为我们先过 最重要是自己爱洗你啦 快乐人不忙提起你 贵茶楼爱注意安全 由美国专业健康团队研发的 风翠卵壳膜蚕丝造 洗盐 敷脸 双效合一 每一块皂含60颗珍贵蚕丝蛋白 可生存清洁 滋润肌肤 洗净多余角质 维持肌肤活性 让您轻松洗出健康 坦润嫩白肌 现在闭合博风翠卵壳膜蚕丝造特价周 快上网搜寻快乐爱台湾 互播 0809 092 898 新闻 正式 健康 音乐 89.3 Happy Radio 欢迎回来快乐偷秀的节目现场 现在是若英时间 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英李若英 今天非常开心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邀请到这位帅哥 他就是新北市板桥区农会的 企划专员许成一许先生 刚刚跟我们聊了很多 这个要过年了 我们半年货要怎么聪明的半年货 但是呢 我们过年还要很重要的 一定要送礼啦 没错啊 送礼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送 但是要怎么样挑选呢 有没有什么建议 送礼的话呢 我可以分享个人的意见 就是我现在送礼 我都不太敢送那个笑其短的 哦 对 因为假设你今天送一个饼干糖果 或者是一个 比如说某某凤梨酥 我们就很害怕 哎呀 这个时间吃不完 然后就哇压力很大 有有有 要转送人又不是 自己吃又觉得 自己身体负担又变 变得比较多 要在这个笑其内吃 对 家族人口都不多 很容易就胖了 对 所以就变成说 如果我自己的经验的话 我可以选一些 就是他的笑其上压力没那么大 哦 对 对那有几个东西 我们可以跟大家推荐 譬如说我们就可以像酒品 酒类的部分 嗯 对那 那酒在过年期间 它也是一个礼品的大宗 哦 对对 对 那那我这边就可以特别推荐 其实我们台湾也有自己的好酒 嗯 可以给消费者做选择 嗯 对那我们可以介绍一个是 几个台湾在地有特色的好酒 那 呃 像有一个我们可以来来做推荐 就是 如果你知道我们 我们台湾的普里尼 你想到的是什么 普里香菇不是吗 哦 普里 其实大家会想到就是 可能是 譬如说像香菇啊 或是说啊 它的米啊 哦 对对对 但是其实普里有一个东西 大家不太知道 所以普里是台湾出产玫瑰花最多的地方 哦 对 所以在普里当地呢 他们当地的农会呢 他们用他们的特产 嗯 他们用他们那边的甘蔗酒 当作基底 嗯 然后透过他们那边 我们台湾种的玫瑰花 嗯 去做酿造 嗯 所以酿造了像一个玫瑰酒这样子 这样子的酒品 哇一听到它的这个成分 我就觉得 好想喝哦 应该是很好喝的 嗯 是还蛮好喝 尤其是 是 因为它的口感是微甜 对啊对啊 所以就是像 做成鸡尾酒 或者是 像很多女性朋友 就很爱这个口味 对 对 像这个我们就可以 有点甜甜的 然后小香的 就可以推荐给大家 然后它过年又讨喜 因为它那个 呃酒的这个色泽 它又是 欸很漂亮的红色 哦 有带红的 对 还有很带红 对 变成都很喜气 然后又 又过年 不管是家庭聚会 或拜访亲友 但小酌一番 但是就觉得 欸这个东西就 送礼也可以用家里面 喝 也很合适 哦 对 又是我们台湾在地的好东西 对 大家脸书上可以看一下 这个画面 其实它就整个 就很喜气的 那个礼盒的外包装 是红色 这样子 对 对 所以过年很适合 对 但另外我看到这一个 它是雾峰的 对 它一样 我一样也可以就是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 呃台中雾峰这个地方 嗯 那它也算是 一个农业 农业的大乡镇 对 那它 它这个的特色一样 它是利用 当地的两个特产 嗯 一个是荔枝 哦 然后还有它们那边的蜂蜜 嗯哼 对 它把这 它就是以荔枝作为这个酒的基底 然后再添加它们的蜂蜜 然后做了这个就是蜂蜜荔枝酒 欸我觉得它们现在都很聪明 它让它的甜味是很自然的甜味 对不对 像刚刚你提到的说甘蔗酒 对 它的基底是甘蔗 对 那甘蔗它就本身带甜 就是很棒的很天然的 没错 然后这个的话 栗芝它本身也带甜 对 然后蜂蜜也带甜 对 哦 一定很好喝 对 这个真的也蛮好喝 好啦 不过呢 家里如果未成年了 然后提醒他一下 就不要因为好喝 就真的想要偷偷尝试 尤其是如果有开车的朋友 这个更是 酒后 对 不要开车 好 那还有其实我觉得 校旗可以放久一点 应该就是肉松 对不对 肉松也是 这种肉类的加工品 像肉松我们也推荐 那尤其是我们特别推荐 我们国产的 哦 对 国产的肉松 那像我们现场的这个 也是在台中的大安地区 他们有一个飞天猪的这个 这个猪肉 对 那也是检验合格了 飞天猪 他们的品牌是飞天猪 我想说真的会飞天吗 这么好吃就对了 对对 他们用他们那边很优质的肉皮 然后做成了这个肉松 那当然在各项 譬如说 ISO2200或者是HACCP的这个食品安全认证上面 它都符合规定 对它像这种国产的加工肉皮 我们就很推荐给大家 尤其一定是要跟大家再次讲 现在 哦对 背作猪瘟的关系 对我们不要再从疫区 不要再从对岸的疫区里面去夹带 或者是有一关很难做到防疫的就是在网路购物的部分 对不要再从那边再掏猪肉过来 或是再掏那边的猪肉品过来 我们台湾就有很好的猪肉的产品 可以让大家选择 对对 还有什么推荐吗 那还有一个的话就是 我要推荐一下在地的茶叶 哦茶叶真的很棒 台湾的茶叶肉鸣 也能送礼 那家里面过年泡茶的时候 你那个开心果一直吃的时候 真的不要再喝外面的寒糖的饮料了 什么汽水之类的 对我们就自己来泡个好茶 哦 对那所以像我这边也有推荐一下 我们在鱼池 这个是日月潭的红茶 也是台湾最有名 日月潭红茶 若鸣最爱 对 那那对 对所以她她的你看她的那个 呃甘甜 对 对又好喝 然后如果 真的 像这样子的包装 其实也是一样在过年也很早 是鱼池香的嘛 鱼池香 对因为像若鸣之前就是家人有去的时候 我都特地请他们带来 因为曾经去过 然后在现场喝就觉得 他们那边的那个就是有特别的香甜味 那个天然的甘甜 对因为他们 尤其是像阿萨姆红茶 在那边的栽种的历史就很长 所以他们在红茶的这一块耕耘很久 那今天的品质可以真的是台湾一个 我超爱红茶的 还会自己煮成奶茶这样子 就是要特别香的茶叶 它像几个品种 像阿萨姆很适合再去做栽制 对 阿萨姆你就可以再去调其他东西 对对 那他们有个品种红玉就适合 就直接来品尝这样子的原汤 对 这个也是很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过年的时候也是一个送礼的选择 是是 好啦那所以说在这个要办年货的时候 比如说在这个板桥这边的朋友就可以到板桥去农会这边嘛 因为还蛮近的 然后呢 他你们现场这一次的年货大家 他的这个主轴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说 他是有哪一些特别的东西他可以找得到呢 好 我们板桥农会的 因为一般的东西的话一般都可以找得到嘛 那是不是你们有一些比较特别的 对我们有三个大主轴 那其中第一个就是不断的希望大家支持也希望推广给大家 就是我们的台湾在地的农特产品 所以我们这次年货大街有很多的是农鱼会的品牌 对那我们也是邀请他 从北到南都有 从北到南都有 各地不同的不管是农鱼会或者是在地的成销班 对我觉得我们有这样子的平台有这样的场合 那我们希望说消费者可以在这里找到他们 他们在这里也可以找到欣赏他们的消费者 对那所以像很多鱼会的产品 然后比如说像很多做成的像虱目鱼丸啊花枝丸 这个在过年的时候 一样都是我们家里面消费的大宗 在这边我们都可以找得到 然后像现在刚好是产季是在我们新北贡寮 所以我们有一个贡寮包 贡寮包对贡寮包 那这个以前都是在我在餐厅上 才有看到这个它算是餐厅的菜色 对那其实其实我们可以把它买回去自己做 对那不管是你简单的烤 那现在流行流行把这种贡寮包 或者是像这种酒孔包拿去炖汤 哦是 这是现在比较比较流行的烹饪的方式 所以它是还没有调味过是新鲜的冷冻的吗 它是新鲜冷冻的 对那你回去简单的退冰之后 其实它适合去做 不管你是跟鸡汤一起 或者是你喜欢要酸一点的 你跟那个枸杞放 它其实也都很对味 哦是 那所以新鲜的贡寮包 一样在这次的拧货大街 也可以让消费者找得到 就不用很远再跑到贡寮 对对对对 对然后还有一些像花生 我们也有在那个永庵 高雄的永庵很有名的花生 在这边也有 对因为外面买花生 你很怕去黄菊读树 哦对对这个很重要 对那刚好那边的土壤 又很适合生产这个 它的花生好吃 而且它的重点是它的豆角大 嗯 所以我们吃的时候 稍微会比较过瘾一点 因为它的豆人比较大 大颗这样子 对对那当然他们在 生产的过程中 也是有符合安全规范 所以你过年大家要吃这个 零嘴花生的话 对我们也是在这边也推荐 那一样在我们年后大街 也都可以找得到 是那除了这些农会品牌之外呢 有另外一个主轴 就是很多年菜或美食的部分 哦对这最重要 过年就是要吃年菜 对所以我们也去帮消费者搜罗了很多 就是各地有名的 就哪边的腊肉有名好吃 哦对那我们也邀请他来 或者是哪边的鸡汤好喝 是 也邀请他来到我们现场 太方便了 对所以变成说 你真的可以一站够煮 然后就买了之后 回去就不用煮了 对不对 现在真的人很怕 他也很没时间去煮 对啊 他穿那个东西 然后很多东西要用的 就像比如说我们很简单的萝卜糕 你知道吗 若英的妈妈就会弄萝卜糕 但是他每年都把自己搞得好累好累 我真的想拜托他 拜托你不要弄了 因为真的很辛苦 真的如果时间上真的没那么多 我们真的建议你把时间放给家人 那我们去买一个 就是有口碑的 然后又有符合食品安全的萝卜糕 我们简单的来做 对不对 然后跟时间保留给家人 我们一起来分享 因为过年就是难得有放假 全家人从那个 对啊 北中南的人都家族 然后团聚在一起 就好好的聊天 体会那一种搭聚在一起的 开心的感觉 对不对 那这要办年货啊 要买这一些的年菜啊 等等的 我们就是真的要聪明一点 我们节省了时间 其实时间就是最宝贵的 要留给家人 对不对 没错 那最后一个 第三个主轴的话呢 就是一样 我们刚有谈到很多南北货啦 印景的蔬果啦 蔬果花卉 那一样 我们在这次的年货大街活动 也都有帮消费者准备 所以变成说 你看你 你不管是 你要买这些在地的好东西 过年要吃的年菜 或者是家里面又会用到的南北货 甚至是漂亮的花卉 一样到我们的年货大街 都可以找得到 连花都可以买得到 对 我们现场也有漂亮的兰花 百合 运景的 对 它就是又大朵 颜色又漂亮 刚好适合过年 哇太棒太棒 最后一分钟 是不是也可以请许先生 来跟我们做最后的补充 好那再跟所有的听众朋友 再我们再来讲一次 我们的活动资讯 从1月24号开始 到1月31号 有8天 那每天早上的9点半 到傍晚的7点半 在我们这个 捷运板南线 府中站的1号出口 就是我们板橋农会的 年货大街的现场 那除了这个 现场有很多刚刚提到的 不管是农会的品牌 或者是说有名的年菜 或者是所有应景的南北货 蔬果花卉以外 那我们现场还有一些回馈的活动 希望说让消费者 他有多一点的附加价值 所以像我们现场有 满了的赠送的活动 满了金额之后 我们会回馈你一些 抵用券 那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是 我们现场有开地发票 所以你凭消费的发票 那我们现场有 苏法老师在那边 你可以凭发票 跟他兑换现场写的这个春联 太棒了太棒了 好今天非常感谢许先生 带给我们这么棒的讯息 今天非常感谢您 新年快乐 谢谢 拜拜 谢谢大家 新年快乐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